日本也有機會開放 民眾聽聞十月國門游望大開 旅遊業者接詢問電話接到手軟 還得回復行程規劃真的忙翻了 不管是到當地神社參觀 還是趁著秋天來場爽風之旅 日本旅遊近期詢問度超高 以8月整體機票銷量來看 泰國 韓國和日本拿下了前三名 旅遊業者分析 因為泰國防疫政策鬆綁 東南亞旅行成長多達50% 東北亞民眾也愛去 歐洲則因為防疫簽證規定鬆綁 成為國人長天樹的出遊首選 那泰國他也從8月1號以後 也是開放了觀光簽證 還有日本現在不是這兩天 也說10月份開始開放自由行 所以大家都是蠢蠢欲動 更有平台觀察到 隨著各國開放觀光旅遊 今年3月開始 機票搜尋量就大幅增加 5月更超過高鐵車票 到了今年7月 機票交易量已經比去年同期 成長5倍左右 代表民眾都開始規劃出國旅遊 未來可能出現抱團潮 調查政策開放的那一天到來 9月23號的一個部分 小組也一直在積極的演繹 是否能夠來健檢指揮中心呢 能夠在夜底的這區的時程裡面 能夠來開放公共旅遊 旅遊業者自力自強抽前部署 提前布局規劃出國旅遊行程 英竊期盼邊境盡早開放 華視新聞徐姐方麗婷 潘建仁台北財寶報導 有事沒事趕緊轉開華視 還沒有訂閱華視的YouTube頻道嗎 趕緊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我們華視YouTube頻道